! 嗨!大家好 我是伯恩 好久不见 欢迎收看新单元 台湾的日本美食选题 是的 这个新单元过敏思议就是在台湾 寻找日本好吃的美食 第一集,我们就用不管在台湾、日本 或者是全世界都會擁有超人氣的國民日本美食拉麵 作為開頭 今天要介紹的餐廳是位在台北市大安區的小川拉麵 最近的捷運站、科技大樓站步行2分鐘即可抵達 Google Maps的評價為4.2星 有1788則評論 那我們就開吃吧 大會報告 美食介紹口味因人而異 像我蘿蔔糕二斤很脆 你可能更愛軟Q的版本 我喜歡吃南部縱 你可能更愛吃油飯 美食背道 我吃半塊牛排就很 你可能要加大才會爽 沒有一種美食是適合全部人的 但我會以在東京生活兩年拍攝影片至少吃過100多家日本當地餐廳的經驗 提供大家我個人覺得好吃的恆廳做參考 好不好吃還是要你自己吃的才知道 而另外所謂的日本食物也是一個歷史的演技 我們會以大家嘗試認知中的日本食物來介紹 所以拉麵燒肉都會包含在裡面喔 點餐是用拉麵店常見的自動售票機 從點餐介面以及參考官網的資訊來看 本店只有販售一種口味 濃厚豚骨鹽味拉麵 差異在配料的種類與多廣 我這次選的是味譽W叉燒拉麵 也提供客製化的調理方式 包含叉燒肥瘦 麵條硬度湯的鹹度油度是否加蔥 我的選擇是叉燒肥瘦各一片 剩下都選普通並且加蔥 吃完了拉麵 我現在感覺非常的渴 隔壁有一家五十蘭 我決定先去買杯茶 再來跟大家講講我的心得怎麼樣 耶 養樂多綠 你要買好了 哇 吃飽了 接下來講一下對拉麵的心得好了 首先是湯頭 大家都知道拉麵其實有分很多派系 包含我們今天吃的是豚骨 然後也有味噌 醬油 鹽味 雞白湯 煮乾等等 拉麵的湯頭其實非常的多元化之外 通常它也不太會是單一的湯頭 比如說可能豬骨或牛骨或雞骨或是它會加小魚乾海鮮等等 所以每一家店的湯頭都是他們的秘方 家店的湯頭是屬於我個人最喜歡的豚骨 豚骨的風味 那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台灣人最喜歡的風味之一 湯頭的口味我點的是普通 然後它後面括號是寫偏鹹 我覺得我有一點小小失誤 因為其實我個人沒有喜歡吃非常濃的湯頭 但我覺得它的鹹度是我可以接受的 不過如果下次再來吃的話 我應該會點偏淡的那一個 但我相信有很多喜歡吃很濃的湯頭 特別是濃到像比如說冰流拉麵那種風格的人 應該會覺得這個的濃度是適中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豚骨的味道算是非常的濃郁 那在我吃過的拉麵裡面我覺得還算蠻出色的 然後叉燒的部分我也一樣為了試吃點了綜合的 是一個偏肥一個偏瘦 其實通常來講我應該是會比較喜歡吃瘦的叉燒 但是這一次它的叉燒肉讓我感覺是 反而我個人是覺得肥的那個比較好吃 然後它五花肉肥的那個也算蠻適中的 不會到太過肥 再來麵的部分我覺得也蠻合格的 它就是我喜歡吃的細麵種類的拉麵 然後有一點偏硬 所以它的主要的功能呢 還是在吸附湯汁 然後帶出拉麵湯頭的味道 那本來我就不太喜歡吃太粗的麵 所以我沒有很講究麵體的口感 只要煮的是偏硬然後有嚼勁就可以了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點 所以我覺得店裡面的溫度稍微偏高一點 尤其現在是夏天 今天是八月中 所以如果是中午來吃的話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溫度會偏高會比較熱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次試吃的 小川拉麵還蠻推的 我應該是會回購 不過下次再回來吃的話呢 麵應該會選擇點比較清淡 會比較符合我的口味 以上就是新單元 台灣日本美食尋期啦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吃的 或者是推薦的美食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認知中的日式拉麵其實是源自於中國 傳入日本的時間最早可以回溯到明朝 在1900年左右 於橫濱中華街 許多路邊攤開始販賣當時名為南京麵的拉麵 並且在昭和年間開始在日本流行起來 在此之前 日本的主要麵食是蕎麥麵 SOBA 也因此很多拉麵店會看到中華SOBA的招牌 就是這個原因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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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